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谈谈陈炯明吧 陈炯明呢 他在过去学生时代曾经非常的优异 毕业于广东的法政学院 那当然呢 这是他课内的表现 他课外的表现呢 却非常的极端的异常 他在课外曾经担任过鸿门志工堂的堂主 也就是他是黑社会 那接着呢 他参加了志工堂 慢慢的在了解了 接触了志工堂里面的一些观念 也就是民族意识 后来他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于是他就加入了同盟会 参加了革命的行列 他参加革命的活动呢 最知名的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他曾经参加过广州黄花岗之役 也就是广州三二九之役 那那一次呢 他参加他的身份 是属于敢死队的队长 但是因为那一次的起义啊 阴错阳差 所以没有配合好 导致陈久明他开了两枪 后来呢 抵抗不了清军的攻势 于是他就撤退了 不过他那个撤退可不是落荒而逃 是因为整个战略的需要 他为了要保存实力 但是他这一个行为 也造成了他跟当时候的革命领袖黄兴 有了一点点儿的心结 结果陈总明为了要表现出 他是有革命的决心的 于是他率先暗杀清朝的官员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就去炸死了当时候的广州将军 所以他对于革命有没有贡献呢 其实是有的 那在同一时间他也慢慢的渗透入 广州地区的新军 那等到广州黄花岗之役 同一年十月份的武昌起义的时候 他就趁机接管了 当时候广州城里面 大概有将近四千位左右的新军 那从那一刻开始 广州他就有了自己的地盘 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 当然要有旗帜 他那个时候的旗帜 打出来的不像一些军阀 上面是什么陈家军 什么吴家军等等的 他打出来的呢 是景字旗 也就是在中华民国创立之前 黄兴跟孙文曾经有理念不同的 那由黄兴比较支持的 接下来我们新国家的国旗 应该要用景字号 景字旗 它代表的是平均地权的意思 不过当时候在争执的过程当中 黄兴呢 是礼让了孙文的想法 于是我们现在的国旗 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那接着呢 在满清被推翻了 那广州独立了 当时候的陈九明 就理所当然了 掌握了广东省的部分政权 成为了当时候广东的副都督 那接着呢 一直到民国初年 宋教人被暗杀了 那国父孙文 坚决必须要以革命的方式 推翻袁世凯 于是就有了二次革命 但这个二次革命 其实我之前 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 有谈到 这个二次革命 其实呢 无论是在整个国民党内 或者是人民的舆论 其实都是反对这一次革命的 因为既然已经建立了 一个法治国家 为什么我们要解决内政问题 还要用打架的方式呢 所以那个时候啊 唯一支持革命方式去推翻袁世凯的 不多 大概就是以孙文为首 搭配的陈其美 等等这一帮人 那实际上而言 像黄兴 他就愤而离开了中国 跑到美国去了 那也从这一刻开始 其实当年推翻满清的同盟会 这个组织其实就瓦解掉了 那后来啦 当然二次革命他是失败的 那失败了之后呢 这个被 袁世凯的北洋军队 打得落荒而逃 那个时候孙文就逃到日本去 组成了另外一个政党 叫做中华革命党 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 今天的中国国民党 跟当时候推翻满清之后 建立的中国国民党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 不同一个政党 因为这个中间 有成立了中华革命党 后来从中华革命党 又更名变成中国国民党 当然这是题外话啦 那总之 孙文在日本 成立了中华革命党 那中华革命党成立很有趣 这有一点类似黑帮的成立啊 他有几个教条 比较重要的呢 第一个 要加入这个党 必须要效忠孙文 也就是要效忠个人 注意哦 他不是效忠一个精神 一个信仰 他是效忠一个个人哦 那第二个呢 也就是要加入这个政党 除了必须要效忠我孙文之外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行动 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控 那如果你违规了 是会枪毙的 所以当时候其实 面对其他的革命 当时候的革命同志 黄青也好 那其他的一些 这个革命党人 其实 大部分的人 是不赞同 孙文 这个做法的 那 后来到了民国六年左右 那袁世凯 称帝 83天就病逝了 那袁世凯死了之后呢 那孙文理所当然了 就回到了中国来 回到中国来 他第一个回到的地方 就是上海 他待在上海 他开始喊两个口号 第一个 我们要铲除这些邪恶的军阀 因为这些军阀呢 荼毒相鸣 鱼肉百姓 实在是太久了 而且还不尊重法治 那第二个呢 也就是 坚决的要实行 宪法于整个新中国 那他组成了 这个中国革命党 喊出了这些口号 只可惜没有人理会他 没有人响应他的口号 一直到有一天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 德国人呢 找上了孙文 他告诉孙文说 希望啊 你可以说服你们国内 也就是中国 不要参加大战 不要来打我们德国 德国人以为孙文 在国内有这个说服的能力 于是给了他一笔钱 那孙文拿到这一笔钱之后 他就开始号召 当时候剩下残余的 民国初年所选出来的 国会议员 我们现在有钱了 重新召开国会啊 这个故事呢 到这边我们先搁着 先告一个段落 我们来看看 故事一开始谈到的另外一位主角 叫做陈总盟 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刚刚讲 他成为了广东独立之后的 富都督 那同时他也组织了反原的广东势力 但是呢 其实在他心里 他并不主张以暴力 以武力来解决国内的问题 因为既然已经建立了法制的中国 那为什么凡事不用法律来解决呢 而是要用打架的方式 打仗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问题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理念 其实就导致了日后 他跟孙文决裂的一个主要关键因素 好吧 后来等到陈总盟在广东真正站住脚之后 他迎接了孙文到广东来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陈总盟来讲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你知道刚开始他的地盘 只有在广州广东省 首先他遇到的是从福建的军阀 打到广东来 那个时候广东的部队 顶多也才五千人 但是福建的部队一来就是一万五千人 将近三比一的武力的劣势 但是陈总盟打赢了 打赢了之后大家欢声鼓舞 但是就在喜悦的同时 马上又有人上报 广西的陆荣亭 进犯广东 广西陆荣亭可不是简单的人物 当时候的中国 广西贵南贵州一带 其实土匪很多 尤其这个陆荣亭 他手底下的这些部队 其实主要都是土匪出身的 所以战斗力是很强的 据说仅次于当时候 云南的蔡厄 所以其实这个广西的部队 进攻广东 陈总盟所带领的军队 以及整个广州 上上下下是紧张的不得了 但是经过一番血战 陈永明还是 击退了广西来办的陆荣亭 而且甚至于把陆荣亭 从军阀直接打回山里面 当土匪去了 这时候也确立了 陈永明在整个广东省境内 稳定的执政权利 后来所有的人 就开始拥护陈永明 哎呀你就直接称广东王就好了 整个广东都是我们的地盘 陈永明说 不不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另外一位人物来领导我们 我们发展才会变得更好 这一位人物是谁呢 就是当时候人在上海 说什么话都没人听的 孙中山孙文 于是陈永明 迎了孙文到广州来 成立了广州政府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 一开头的时候讲的 在那个时代 为什么一个中国 有好几个政府呢 一下子广州政府 一下南京政府 后来还有一开始的 这个北洋政府 那其实广州政府 就是这样子来的 由当地的势力 陈永明迎接了 当时候没有任何 军权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孙文 到广东来 成立了广州政府 希望他能够领导整个广东 那孙文一到广东之后 他就自封为非常大总统 不是一般大 是非常大的总统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是指非常时期的大总统 但是呢 其实这两个人的理念呢 是大不相同的 怎么说呢 陈永明他是比较主张 联审自治 所谓的联审自治的概念 也就是希望能够 以建立广东为模范省 借以吸引其他的省 效法广东的做法 让整个中国能够进入到 一个安定和谐的新时代 但是呢 孙文却不这么觉得 他觉得我们要解决 当前中国分裂的问题 我们必须以武力来做手段 于是他坚持的是武力北伐 在有一次讨论当中 陈永明跟孙文两个人聊起来了 那聊起来之后呢 这个陈永明就说 他的看法呢 是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手段 能够以把广东建立为模范省的方式 去号召全国其他的省份 一起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建设方法 但是孙文非常强烈的反对 他说不管 我就是一定要用北伐武力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你手上不是有军队吗 现在广东这么安定 你只要留个几百几千 一千个人来治理广东 其他你通通都给拿去北方打仗啊 而且你不要看北洋军队有多强 其实啊我告诉你 他们各怀鬼胎 要各个急迫是很容易的 可是各位你不要忘 孙文这辈子可没打赢过任何一场仗 而陈永明呢 他可是刚才抵御了右边来的福建军阀 左边来的广西陆荣亭的军阀 才安定住整个广东 他有打仗的经验 他怎么不晓得自己的广东军有几斤几两重呢 所以他反对孙文的武力北伐这样子的政策 结果孙文片面的就解除了陈总明 以及他几个亲信在广东的军政职位 陈总明一气之下叛变吗 不是一气之下他回老家了退休了 他家里在惠州 后来他就回到惠州城去了 那当时候的孙文呢 于是掌握了整个广东的军政大权 那那个时候呢 陈久明有个部下叫做业举 举呢就是举高的举业举 那孙文为了要拉拢这个业举 收买他的人心 让业举去取代 当时候陈总明所留下来的职务 也就是军事上面的大权 但偏偏这个业举不领情 他呢还是效忠他的老主子 也就是陈总明 他跑到惠州去找陈总明 他说老长官啊 你看这个孙文这样搞 干脆我们来搞场政变吧 没想到陈久明二话不说 当场拍桌子说 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 那天下吃罪起归烟呢 就是如果我真的搞了这场政变 那我不成了天下罪人了 他反对 就在这个同时 孙文当然他心知肚明 广州军对他是非常不友善的 于是他决定先巴制人 他发布了命令 要求当时候的广东军 退出广州城30公里 也就是他要驱逐这一群 陈总明的老部下 那后来啊 夜举当人非常不爽啊 同时间他就宣布了 柔性的政变 什么叫柔性政变呢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搞政变呢 就是要发动战争 然后呢 把这个被革命的对象抓起来 或甚至于当场把他击毙了 再建立新政权 那为什么我是柔性呢 因为夜举要发动这一场软政变的时候 他是用宣布的方式 怎么宣布呢 他说 各位接下来我要占领总统府了哦 然后呢 就派着部队缓慢的接近总统府 其实他有极大的想法是 根本就不是要抓孙文 甚至于他是要留给孙文逃跑的时间 就在这时候 孙文逃离了广州的总统府 逃到了军舰上面 这个就是永明的永丰剑 逃到永丰剑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谈 有三个比较重要这个时间点 所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 后来啊 有一号人物 鼎鼎有名的 登上了永丰剑 去营救孙文 而这一号人物 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就在这个时刻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先总统蒋公 蒋中正 这是蒋中正 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第二个要注意的呢 就是过去我们都觉得 孙文国父 他是一位文文儒雅的医生 革命家 有浪漫情怀的 但实际上呢 在这一次的事件的发生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些我们印象中的国父 其实都是被写出来的 实际上的孙文呢 他还是有很浓厚的草莽性格 怎么说草莽性格呢 草莽嘛 本身就比较冲动 他上了永丰剑之后 他马上命令永丰剑上面的军官 炮轰广州城 军官告诉孙文说 不行 因为我们的炮弹 如果打进广州城 根本打不到军营 只能打到广州城的住宅区 所以他拒绝开炮 孙文非常的恼火 当场就把那个时候的军人推开 然后自己上炮弹 马上朝着广州城开炮 各位你知道 那个时候整个孙文的情绪是 非常亢奋高张的 那那个脸部可能呈现非常的真名 孙文他绝对不是温文儒雅的个性 从头到尾 他也有草莽激动的一面 那后来呢 在隔一天的报纸上面 就广州城的报纸上面 其实对于孙文的这样的行为 这个舆论是大肆炮红的 也就是非常负面的来看待孙文的这个行为 那一场政变 当时候人还在 惠州的陈总宁 眼看着广州城 烽火连天 他叹了一口气 事情已发生至此 好吧 那我就重新回到广州 主持军政吧 于是他才回到广州的 因此 我刚刚讲 我们得到的另外一个结论 实际上 叹变孙文在广州这一次的事件 是陈炯明本人吗 根本就不是 陈炯明本人甚至于他是反对的 而是他底下的军官 到后来他等于是出来收拾残局的吗 那当然在蒋介石的协助私下 孙文呢顺利的搭上了永锋舰 逃离了那一次的战场 那后来他组织了 广浦军校第一任校长 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蒋介石 那就在不久之后 蒋介石 奉孙文之命 率领的 广浦军 又再一次的攻打了 广东 而且顺利的击溃了 陈炯明的广州军 那你说奇怪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 黄浦军校成立也没多久 他何来的武器何来的军备训练 能够击败一地的军阀呢 其实在这个细节里面是有这么一个故事的 为什么共产党后来会渗透入中国呢 就是从这边开始 因为当时候 孙文去接到了俄国的一个 要协助他的方案 他说我可以提供给你免费的武器 新式武器哦 而且呢 我还可以派军官来教你 来训练你作战 那条件呢 我不要你这个跟过去清朝一样 什么让我盖铁路啊 割地给我啦 你只答应我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就是希望你能够协助共产党在中国发展 跟着你们国民党逐渐的茁壮 这个也就是共产党的势力 进入到中国的第一刻 那孙文呢 心里想 又不用花钱 又不用割地 我就可以得到武器 还可以得到这个国外的军官的协助 那何乐不为呢 于是在蒋中正率领黄埔军攻打陈久明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两鬼子军官呢 在训练或者是说在带领作战 而他们使用的武器 也不是传统中国清朝末年的新军的那些比较低阶的武器 反而是比较新式的武器 那都是恶国所提供的 那当然呢 陈久明在面对这一些 这个不管是新式的战略或新式的武器 打不了多久他就败政下来 于是他就退出了整个政治界 退出了官场 他的晚年过得其实很不如意 他并不像一般军阀 这个可能呢 即使呢 他的地盘被打垮了 他跑到租借去了 但是呢 什么都没有 至少他还有钱 他很有武器的一点 就是他在执政期间他不贪不娶 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建设他的故乡 他的家乡 广东省 所以等到他是为了退出了政治界 后来他逃到香港去之后 其实他的日子是过得非常不好的 他很爱抽烟 但是他没有钱买烟 所以呢 他都是伸手牌的 也就是跟别人要烟的 而且他这个人不赌 不爱女色 他唯一呢 就是爱抽烟 所以一直到了晚年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那后来呢 终于他病逝在香港 而在他病逝的时候呢 竟然没有钱 家里没有钱 帮他买一副棺材 后来 不得已 只好用他 帮他母亲所准备的棺材下葬 而在这个时候 他的一些老部下 看不下去了 哎呀 我们的老长官 怎么这么寒酸呢 这个日子过得到晚年 到了临终了 都还这么凄惨 于是呢 大家纷纷的奔乡走告 然后就有一些电仪啦 一些白包啦 他进到了陈总明家里 赫然发现 有一包电仪 竟然足足 到了五万大洋 怎么会这么多呢 这个白包是谁包的呢 这位白包的主人 就是蒋介石 为什么蒋介石包这么大一包呢 其实啊 蒋介石原本 他是陈总明的参谋官 所以呢 换句话说 在整个政变发生的同时 他登上了永封建 某一个层面来讲 他是背叛了他的老长官 陈总明的 也许吧 在陈总明过世之后 他有一点补偿的心理 所以呢 他包了一包 很大包的白包 给这一位老长官 这就是陈总明的一生 这也颠覆了各位 我们从前在课本里面 听到了所谓的永封建的事件 然后那一次的邪恶军阀叛变了 竟然敢打我们伟大的国父 其实事情的原委 就是刚刚我们听的这样子 孙文其实是被陈总明 迎接到广东的 而他们是因为理念的不同 而产生了纠纷 而事实上 发动政变的 也不是陈总明本人 甚至于主动发动攻击的 也不是陈总明的部队 反而是被迎接来的孙文 因此呢 这一段故事 其实完完全全的真实性 跟过去我们在历史课本念的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那你说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 有对我们的现在 有什么样的一个省思跟意义呢 我想只有一个 也就是坚持 什么叫做坚持呢 陈总明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坚持 以非暴力 以和平 以法治的方式来建设中国 而且从头到尾的坚持 即使他失败了 但是他的名声 并没有从此被后人所埋没 至少我们今天就了解了 真正的陈总明 不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